中國帶走 請問這個問題哪裡不理性 這一段其實好像沒有很完整 因為還有後面的 那沒有關係啊 是不是可以請昭偉 還是你們自己法務部的人 現在立法院所有的質詢內容都有IVOD嗎 在網路上都有嘛 那我相信法務部的同仁 裡面有很多優秀的檢察官 法律人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自己做的事情 一字一句的把它錄下來 那你如果要便宜行事 用PTT上面的東西的話 我只能說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那不過沒有關係啊 現在也還有時間啊 你們現在法務部部這麼大 有這麼多的同仁 現在找一個人把逐字逐句的東西寫下來 很困難嗎 很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一個人都幾個人用 我現在在其他地方還有會議 還要找別人去替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不需要具體的證據 就可以隨意的指控別人 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現在請你們提證據出來啊 今天你在給立法院的回答裡面 既然點了我的名嘛 所以我現在逐字逐句的請教部長 我哪個部分說錯 哪個部分的問題不合理 我現在非常客氣的請教部長 請部長指證 我剛剛一段一段唸給你聽嘛 就這個部分的問題是不是有不合理 那部長說看這個文字沒有 但是還有其他的內容 那顯然部長認為 這個文字的內容沒有辦法如此的描寫 我那天質詢您的內容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請法務部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不要忘囉 你們今天已經回給立法院的函 點名對我提出指控 我不是指控 我只是因為印招委的要求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段一康逼你 然後你就把我的名字提進去 因為我們找到這份資料 上面委員有講 好好好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一步一步很理性的問部長 我們法律人談事情 把問題層次分清楚 不要混在一起談嘛 現在你們法務部所援引的這一份證據資料 你們這一份證據資料 認不認為是那一天會議完整的描述 是 還是不是 還是不確定 這一份是不夠完整 但是我還是有一些印象 好好 所以你現在完全是憑您個人的印象 而不是按照客觀的主制紀錄 是嗎 所以我就沒有點名黃委員啊 所以我在那個新聞稿 所以你沒有點名我 但是你今天不是所有的媒體 今天不曉得在座有多少媒體記者 我好像剛剛看到我的新聞的大名都跑 不要講大名啊 逼人的姓名全部都跑出來了 然後還有媒體的記者問我說 欸 羅部長點名點了我 請問我有什麼回應 我只是笑笑的說 我在立法院問證 我向來就事論事 依法論法 我們一條一條談清楚 但是我現在 既然羅部長作為一個法務部 這麼大部會的部長 這麼多法律人的表率 我只是單純的 很卑微的要求 部長 請您把您指控具體的文字告訴我 我哪一個問題問的不合理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那部長說 你不確定這份文件上面講的對不對 因為你還有其他的印象 所以我進一步請教您是說 當法務部決定 把我的名字點上去 交給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您評的是您的印象 還是什麼客觀的證據 我記得您有催促我 趕快把那些人帶回來 所以我就說嘛 我們一句 一句 來講嘛 所以我們一句一句來講 我不喜歡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混在一起 如果您要談古巴的問題的話 可以 我們現在就開始談 但是我不希望把所有的問題 全部放在同一個層次裡面談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的民粹 這個才是真正的打混帳 一個法律人不就是應該要條理非常清楚 我們就事實論事實 按照事實來進行評價嗎 所以我剛剛請教部長的 我還是在重複我的問題 請部長回答 請部長回答 第一個 請問您今天對我提出來的指控 是憑您的印象 還是什麼客觀證據 報告委員 我今天沒有對任何人指控 是招委要我提供補充資料 我就補充了這些資料 那你為什麼提補充資料 把我的名字提上去 因為我們那個委員是要 招委是要我提供說 法務部什麼時候有說要證據回來 人才可以回來 是針對這個重點 那我們這一個對話 剛好可以證明有這個重點 你說我們這一個對話 剛好可以證明有這個重點 你有說要證據回來 人回來才能夠辦 沒有嘛 所以我現在就在問你 你一直在跟我繞圈圈打迷糊帳 這一份書面上面的資料 現在 那您說的到底是憑您的印象 還是什麼客觀的證據 這個基礎問題 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獲得釐清 您是按照您主觀的印象 還是客觀的證據 我有一些記憶是 委員有推出我把人帶回來 所以您憑的是你主觀的印象 這邊還有一些資料 好 那請你把資料是不是 您手上拿的資料跟我一模一樣嗎 應該是吧 好 那我們一句 我們就一句一句來看嘛 第一句 法務部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如果菲律賓的案件再上演一次 請問法務部的立場 是把人帶回來 還是不要帶回來 讓中國帶走 請問這個發問到底哪裡不妥 這個話 當時我聽的意思就已經有說 要趕快去把人帶回來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您是按照這一個客觀的 按照這個客觀的文字 您自己去做引申 是嗎 因為前面還有一些別的話 好 那沒有關係啊 我今天齁 我一定 我是一個實事求是 喜歡水落實出的人 你把 你今天對我做了這個指控 說前面還有其他的話嘛 那我們再把前面的紀錄給調出來看 那你又跟我說 今天沒有時間去整理這個紀錄 立法院議事錄都還沒做出來 這紀錄不是我們做 是立法院做的 對啊 那你沒有任何客觀的意識錄的證據 你今天對我提出這樣的指教 部長 您覺得公平嗎 我剛剛有向委員報告 報告什麼 當時有一些印象 我也說 所以您到底是憑印象還是憑證據 都有啊 對嘛 好 現在您說都有嘛 那您印象的部分我不論嘛 您的主觀印象對還是不對 可以藉由事後客觀的證據來檢驗 是 第二個 那我現在要跟你談 事後客觀的證據 您又跟我說 你所謂事後客觀的證據 並沒有在這份文件裡面 在更前面的地方 是嗎 是 因為我前面或者後面或者哪裡 就是我整體的印象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完全按照您個人主觀整體的印象 今天對委員會做出了這樣子 對我的指控是嗎 我不是說指控 那您的意思是什麼 我只是說這一件事情的道理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在跟你談道理嘛 部長 我們一個一個程式來 您不用急 不用慌 現在你指的到底是這份文件 我們現在就不再談您主觀的印象了 因為您主觀的印象是什麼 大概是只有你個人主觀的感受 但是當我們在評論事實的時候 我們都是按照客觀的事實來加以評論的 那因此我下一個問題請教您的是 您今天對委員會在提出這個書面 對我指教的時候 所評的證據是這個書面 還是這個書面以外的東西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好幾次 就是我一些印象 記憶的內容 加上這個書面的東西 好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就您主觀的印象 我們就把它先放在旁邊嘛 就您主觀的印象 先把它放在旁邊嘛 事後可以查證啊 對啊 事後可以查證嘛 但是我現在要問的是 就您客觀的證據 您指的是 我在對您發問的過程當中 有哪一個問題問的是不對 不合理 對您個人的人格造成的傷害 或者是對你有什麼不實的指控 對我個人人格有什麼傷害 我沒有講過這個話啊 好 那所以您今天把這個 告訴司法法治委員會 立法院委員會的審查 是一個蠻莊嚴的地方 我一向都很尊重大院 我們自己本院 還有各個委員會的審查程序 那我現在只是很簡單 很卑微地問一個問題 作為一個法律人 當您把這個東西提交給委員會 把我的名字點出來的時候 您憑著除了您個人主觀的印象以外 還有什麼客觀的證據 我指的是說 我那一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對您的提問 有哪一個問題是不妥的 我沒有說妥不妥 我是說如果委員要求馬上把人帶回來 而不去注意到證據有沒有回來 這一點的話 是有點太急躁了 好 你在我對你發言的內容當中 我什麼時候對你提出過這樣的陳述說 只要人趕快帶回來 倦證不用帶回來 沒有說倦證不用帶回來 這一句話 而是說完全不討論 倦證有沒有回來 就直接要把人帶回來 對啊 所以我現在 您對我提出了這個指教嘛 所以我現在在具體的請問 您對我指教的基礎是什麼 除了您個人主觀的印象之外 有沒有任何客觀的基礎 還是說 身為法務部的部長 您今天希望給全國國人 的一個法律知識是說 我只需要憑我主觀的印象 就可以提出來 不需要客觀的證據 所謂主觀的印象 不是說抽象的東西 而是它有具體發生的過程 而我記...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在檢測嘛 這個具體發生的過程嘛 你一定要出來就可以檢測啦 不用啊 或者是我們今天要不要把 當初我質詢您的代指 我們分段來看 看我到底是 這個是最直接的嘛 這個稱為勘驗嘛 這樣子一種勘驗的方式 是我們法庭上面的證據方法 報告委員 如果您要做這個事 我也不反對 但是請容給我們時間 讓我們在辦公室裡面仔細看 因為我們真的很多事情 擠在一起 大家真的都很忙 所以您不認為說齁 如果有這麼多同仁 都是假的 才能說沒有客觀的事實 沒有啊 我從頭到尾沒有說 如果我記得東西都是客觀的事實的話 怎麼講說我記得 我從頭... 也許委員可以說我記錯了或什麼之類 都還可以 但是你說我的記憶的東西 就是沒有客觀事實 這完全就跟記憶不一樣嘛 那叫想像 那叫創作 沒有啦 你可能不需要說自己在那邊 把我沒有問你的問題 塞到我的嘴巴 不是 您講說沒有客觀 有主觀的那個印象 就不是客觀的事實 不是這樣講 這個黃委員 您跟這個法務部 現在要不要提供資料給你 他現在手上眼前 是拿不出來的 對 那我們反正 禮拜三會開一個 會有一個專案報告 沒有啦 因為我先跟主席報告 我也很尊重那個段趙偉 就是說您看我在 您委員會裡面的表現 我從來沒有造智過 那我現在只是很卑微的要求是說 當一個行政部門的部長 對我提出這樣的指教的時候 我剛從頭到尾 只很卑微的要求說 請部長指證我 我到底問你哪一個問題不合理 這個黃委員跟黃委員說明 你還沒有來發言之前 我已經這個問題問了一天了 這個其實我跟部長提醒 黃委員你剛才列出來這個黃委員的發言 那是4月十幾號 14號 14號你剛才舉例說 他發言的時候要求我們要趕快把人帶回來 這個指的是肯亞案嘛 對不對 一定不是馬來西亞案 不管是哪一個案 因為不是 因為是針對肯亞這個案子 可能應該是這樣嘛 因為馬來西亞案那個時候 在其實在我們委員會根本沒有討論 因為實際上也還沒有那個時候還沒有發生 但是我要提醒你喔 4月11號陸委會發了一個新聞稿 要求啊他說 政府絕對維護國人權益 爭取盡速接返回台 那陸委會這個態度要求盡速接返回台 跟你剛才引述黃國昌委員的發言說 趕快要把人帶回來 這個本質上有什麼不一樣 接返回台 跟把人帶回來 但我相信陸委會這裡面當然也沒有提到說 捲證一起要回來 陸委會沒有提 那黃國昌也沒有提捲證要一起回來 我不曉得黃國昌應該 先天上要比陸委會要更盡責 要更了解 要更能夠敘述的完整 才不叫不問青紅皂白 或者黃國昌用跟陸委會同樣的標準 就不可以 他不可以跟陸委會的態度一樣 這是您的意思嗎 至少我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但是呢我覺得 在這個 我們再花一個鐘頭談下去 基本上結果還是一樣 針對黃國昌 主席我只想等一下補充兩句話 沒關係我做一個要求 跟這個法務部的要求 法務部在禮拜三上午以前 請把你們不論去看議事錄 去看PTT 你們去看這個我們的這個影音資料 請你們整理 這裡面你們新聞稿 所指稱的第二段的 許永明等委員不分青紅皂白 強要政府救人 這個部分 請引述相關委員的發言 為什麼是不分青紅皂白 這要說明喔 為什麼是不分青紅皂白 然後第二呢 第三段 這些立委又把責任推給法務部 指法務部消極擺爛 這個部分明確指控的是誰 在什麼地方的發言 這個也要說明 然後呢 第三段的第三行 這些立委一面痛罵大陸 製造對立激發仇恨 這個指的是誰 哪些立委 在哪裡的發言 讓你們覺得痛罵大陸 製造對立激發仇恨 然後 一面要法務部向大陸 索取證據資料 我不曉得要索取證據資料算不算罪名 因為你剛才指控我是 我沒有要 要法務部向大陸索取證據資料 你剛才指控黃國昌是說 他也沒有說人要跟 這個證券要跟人一起回來 這個變成罪名了 那要法務部向大陸索取證據資料 應該不是罪名 這個是應該你們要肯定的 這我不曉得是誰 有做了這樣的事情 一面說大陸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這個是誰 是哪一些委員 或哪一個委員 在什麼地方的發言 大聲講無罪推定 不可講 不可向大陸隨便壓人 一面又說這些人 沒被收押是法務部擺爛 這個講的又是誰 然後接下來講 這類操弄民粹的作風 真的會害慘台灣 好那請敘述 你們說明了以上的這些事實 指控了這些具體的罪名之後 為什麼叫做操弄民粹 對這個要請敘述 那怎麼樣害慘台灣 也請說明 那我們今天 如果黃委員可以同意的話 我們就不往下再去追究了 因為 你顯然現在拿不出資料 禮拜三之前 我們專案報告之前 請把資料交送本會 那麼包括被指控的 包括徐永明跟黃國昌 兩位立委一併提供 好黃委員你繼續發言 謝謝 我想大概補充兩件事情 那這個也可以請法務部 你們透過立法院 目前隨選視訊 可以清楚的來進行佐證 這種客觀的事實 是絕對沒有辦法被捏造出來的 第一個是 我那天來司法法治委員會 請教羅部長以前 我有到內政委員會 那個時候內政委員會 法務部的代表有兩位 一位是林輝煌 應該是林輝煌次長 另外一位是不是代副次長 是嗎 好 你們去看一看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對法務部提出來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 我非常的擔心 政府現在對外的立場 是不是一致 所以我請教法務部 現在針對肯亞事件 法務部的立場 是不是跟陸委會 還有外交部一致了 林輝煌次長給我的回答 大家可以回去看議事錄 他跟我說是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在星期五一大早的時候 當我們知道馬來西亞事件 本來那個時候時代力量的黨團 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請張院長到立法院報告 第二件事情是邀請相關部會的人 十點鐘本來要開一場記者會 那場記者會是我針對其他的事情 還要再追下去 但是當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馬上告訴我們的同仁 那一天要張院長來立法院報告的提議 我們取消了 那天在跟其他黨團溝通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清楚 第一時間就表明那個立場 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為了要讓各個部會 有最充分的時間 去處理這個緊急的事情 我們把本來定的十點鐘的記者會 我也取消了 我想在場媒體的朋友 如果有從時代力量黨團 收到採訪通知 都會收到取消記者會的通知 為什麼 因為我們體恤第一線工作的人員 希望他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 那一天按照國會聯絡人跟我的回報 法務部本來是要請代副司長來的 那後來我們十點也沒有開那個記者會 為什麼 就是要讓行政部門 能夠有最充分的時間跟人力 去處理這件事情 當我做了這個決定的時候 行政院有某個部會打電話給我 他很簡單的跟我說 謝謝 謝謝你們的體恤 讓我們有時間可以充分的處理這件事情 不會再為這些記者會耽擱 當我們是用這樣子的心情 在面對行政部門的時候 我只能夠說 作為一個法律人 看到羅部長 您憑您主觀的印象 那當然你主觀的印象 跟客觀的事實是不是符合 我們事後可以再檢證 但是作為一個法律人 當您只憑你主觀的印象 你連客觀的事實的檢證 都還沒有做完的時候 您就把 對於我提出這樣的指教 而且是以正式的書面 提交給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那沒有關係 羅部長您對我的指教 到底正確或不正確 我們等到議事就出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再慢慢的進行討論 我不會在這個時候 對您有任何情緒性的發言 我到目前為止 我對法務部的同仁 我什麼時候有過情緒性的發言 我講的每一句話 我問的每一個問題 都是希望 我們國家的行政部門 在對外的時候 立場要一致 當我們立場不一致的時候 出去對外談判 會遭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難 這個是我的苦心 那如果羅部長 您感受不到這樣的苦心 感覺好像是故意在找你們麻煩的話 我真的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話 可以講了 那這個是剛剛喔 就以上 就招委所做的才示 那我可以接受 那接下來是法治委員會的程序 如何的安排 相關事件的討論如何的進行 我完全尊重招委 還有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同仁的決定 謝謝 來 部長請回喔 黃委員謝謝 這個我們做以下的這個決定喔 第一個 這個我會在正列 禮拜三上午的專案報告 那麼專案報告會邀集相關的部會 包括行政院 那麼 針對阿目前我們政府的政策做一個 請相關部會來做一個報告 之外 在2月16日 在法務部第二辦公室所召集的這個會議 也請法務部提供這個所有開會的機關代表 跟學者專家的這個名單 那麼我們請這些參與的機關代表 也必須要到會列席 學者專家當然不會邀請他們來 然後我要跟部長跟法務部說明喔 部長不斷的共同